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这么多年才被更多人看到 正是因为他逐渐拥有了流量和人气 现在的资本控场不比从前 但是实力没有流量和热度可以有几个舞台唱歌 周深有实力毋庸置疑 他的流量也比以前好很多 于是他的舞台可以唱的欧斯资源也越来越多 而且他背后没有什么资金支撑 走到今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周深一直不想大红成为大明星的性态 他是因为喜欢唱歌 所以想一直唱下去 周深的才华要是没有一点才华 也不能否认 要是周深真一点音乐审美都没有 怎样才能唱出那么多好歌 参与制作了许多好听的歌曲 你们要说唱功好的歌手也不少 但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些改变有自己的味道 但很不符合 就连林俊杰王力宏周杰伦这样的歌唱家也有自己擅长的曲风 周深改编尊重原曲的表现 加上自己的创作 多数人都承认他的翻唱是因为好听吗 应要说周深没有才华 那是目光短浅 但不可否认 在现在的娱乐圈很难有以前良好的发展环境 如果在上一段时期内周深可能比现在发展的更好 虽然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周深这两年才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编曲制作能力 最后发展的程度 现在来给将来定论还为时过早 在YY上我还存了三五个主播 其实这些陪我走过被考那段时间的主播 我都很感激 不会因为考步变成了一个出名的歌手而感谢他 本人觉得周深的歌不错的可能性很高 对他的印象很好 和他是不是被关注的主播之一也没有关系 只是我所听到的歌我还记得 别人会否定我自己的经历 让我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每个主持人的时间长短 也不知道他们的背景 即使进了直播间 主播如果不是在唱歌 而是在聊天 我就会更换主持人 但经常听到几位主持人的声音 我仍然会有些印象 我喜欢一个隐居多年的歌手 之前也和卡夫相识 在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感觉周深的形象更立体了一些 因为他也是七八年前的那个年代 用歌声无拘无束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请你珍重 此刻永久 周深情意节发行两周年 越听越好听 好久没有分享周深的歌曲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会想念小编呢 忙碌的下午抽空来听一首歌曲啊 周深情意节发行两周年 对于这首歌曲 小伙伴们都听过嘛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周深用他空灵柔美的嗓音 细腻深情地演绎了少年如意生风 是一生狂的爱恨缠绵 情意节是周深为电影 朱仙埃演唱的片尾曲 对于这部电影 小编是超级喜欢的 因为这是肖战 李庆 唐一星 孟美琦等主演的一部古装仙侠电影 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少年张小凡 肖战扮演英草妙村惨案 败入青云门 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法器 后来卷入争结两道之间斗争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和他的片尾曲 都有高度的评价 也有深刻的印象 情意节是周深第一次演唱电影片尾曲 说实话太好听了 周深在歌曲中融入了浓厚的感情 让人痴迷 让人沉浸其中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每一段旋律 都能戳人心窝 要自清楚 打动人的情感 歌曲随着感情起伏 从最初的夺不了的 静静敲出现 无法解释的情节 懵懂的脸 稚气的眉眼 带着一身的倔强 拨动了心弦 如一身风 是一身狂 到最后的请你珍重 此刻永久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准确地把影片中男女的纠缠与悲喜 描述的细腻婉转 将少年的爱恨情愁唱给观众听 这首歌的奸奏银唱及和声更是让人震撼 那么自然 没有刻意表露 却将情感表现完整 请你幸福 天长地久 请你珍重 此刻永久 都是满满的祝福 周深的歌曲 总是在歌唱 生命的美好和凄苦 也会歌唱爱情的动人和疼痛 正是因为它独有的音色和出色的表达能力 以及共情力 才让一首首歌曲成为精品 这首《情意节》也是如此 请你珍重 此刻永久 周深情意节发行两周年 越听越好听 小编已经在单曲循环中了 小伙伴们记得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呀 现在被称为音乐精灵的周深也曾遭嘲笑和毒舌点评 很多人对周深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首《大鱼》 空灵的嗓音和惊人的唱功让他一跃成为歌坛新生代的代表 直到《达拉蹦吧》这首歌才让周深真正的火出圈了 一人分世五角进行演唱 给观众带来视觉听觉双重震撼 他是这几年一军突起的实力歌手之一 也已经成了综艺节目的热门邀请嘉宾 虽然曾经因为各种缘由被一些人质疑过 但是他可以不断地拿出优秀作品回击他们 可是谁能想到现在在观众面前光鲜亮丽的周深 却有着一段十分艰辛的成名经历 现在的周深被贴上音乐精灵、音乐鬼才等标签 但是他曾经因独特的嗓音被同学嘲笑 后来这份独特成为了他最骄傲的资本 周深最早在某节目上一开口就惊艳了全场 后来却因某种原因惨遭淘汰 甚至还遭到毒舌点评 当时不少网友站在周深这边打包不平 而周深本人表示已经对这些外界的质疑和讽刺免疫 这也是观众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在深入了解周深这个宝藏男孩后 有不少网友调侃始于嗓音 终于杀雕 最初周深因为频繁换头像被粉丝疯狂吐槽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周深的一句 希望粉丝少管我活出圈 如此真性情的回答又收获了一批粉丝 周深经常在微博存自己的表情包与网友们互动 还被网友称为5G冲浪少年 周深足够优秀又足够谦逊 他能连续5年为高考生送祝福 也能在事业发展高峰期 静下心来做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周深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后 他的人气和热度也是与日俱增 期待这位宝藏男孩 有越来越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与大家见面多多让人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